是什麼就是說 MACI過去好幾次 台灣有調降 但有的調降0.01% 有的調降0.02% 那這個造成資金外流多少 126億新台幣 9天的就買了636億 你嚇 126億有什麼好怕的 所以那個MACI如果調整 萬一跟以前一樣 是往下降的話 也不過是0.01 0.02 也不過是流出126億 你看這隨便一買 就600多億了 所以其實MACI這個問題的話 只是心理的問題 實際上它的一個所謂的 賣超的那個量 那個壓力的話 它是不大的 所以外資其實相對愛台股 在亞洲市場來看 我們看大盤K線的一個部分 其實大盤稍微有一個反彈 比如說反彈的 大概545點左右 你可以發現外資的話 就0.9買了 其實外資是愛台灣 但是問題就是說 有時候就覺得我們可能 因為11條款 或者是很多的因素 所以可能積極度比較沒有那麼高 所以你可以發現 成交量的話 還是709億 還是太低了 不過這個行情之前 我們就已經規劃了 大概在所謂的這個11月 反彈2分之11月 大概10號之前 慢慢就進入盤頭了 然後會再整理 為什麼呢 14號之前要公布潮報表 不是潮報表 因為我們第三季貶值了0.59角 所以我們會對收益可能是300億 應該是不錯 但是就是為了儲息物件公婆 我們以一些個股為例 比如說我們看字卡 以貿底為例 貿底公布第三季潮報完 你也不曉得說 它竟然是虧1塊6毛8 那我們來看6244貿底的部分 因為你未來到14號之前 這一個禮拜密集公布 你也不知道有哪些股票 會不會像帽底一樣 會形成這樣 那這樣就直接下來 已經跌這麼深了 還直接下來 那之前一些既優的股票 公布的第三季潮報表 那有些的話不如意期 就跌得滿凶的 比如說我們看2308的台達電 之前法蘇位的時候 我們也在這邊的話 跟各位報告 台達電怎麼可能 一整好的公司 一直所謂的excellence 是一個基優股 是一個很好的學生 他竟然會這樣 那我們看2379的銳益的部分 2379的銳益 朝報表一公布 不如意期 未來第四季可能會衰退 他就這樣 已經跌這樣了 還是這樣 所以變成說 我們在14號之前公布 可能會不錯 就好像今天可乘 是可以成功的 今天公布是不錯了 但是重點 還是會有一些 對整個大盤的話 可能會有負面的一個影響 這個衝擊的話 還是會有的 那我們再看下一頁的部分 那美國的其中選舉 不過我覺得這個其中選舉 一般來講對美國股票比較好 所以我也不認為就是說 大盤會跌到哪邊去 那為什麼共和黨贏的話 對股票比較好 你是不是知道 以前共和黨的財政部長 什麼魯賓什麼一大堆都是從華爾街去找那個 那個高盛把外國人當財政部長 所以這個共和黨跟華爾街的關係 反而更緊密 那共和黨贏的話 其實這個所謂的華爾街比較會歡迎 那一般來講的話 對股市會比較好 因為民主黨的話 是一般的貧窮老百姓 或者是一般的普羅大眾 所以他的政策的話 就是健保啊 或是加薪啊 這些華爾街就不太喜歡 所以昨天美國的生技股 NBI指數本來創新高 有稍微的搖擺了一下 對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原則上我們的結論的話 就是11月27號 因為14號是公布朝報表 那27號之前的話 大家還不一定敢賭啦 因為過去12月份 漲幅的比例的話 是75%以上 那雖然12月的營收是進入淡季 但是12月的話是做夢的開始 好不好 明年怎麼樣 那尤其大慶 他們也要把這個產業說明會 對 然後就明年做夢 有什麼股票會做夢 五年王 阿里巴巴 就開始了 那一家也做夢 那一家也做夢 所有投資機構在12月份密密碼碼 在做所謂的明年的產業的發表會 大家9500點 9600點 什麼族群 什麼族群 那時候開始又本夢比了 這個公司的話 跟今年比較的話 成長五成 成長六成 開始到明年一夜的紅包行情的話 又開始出來了 所以11月27號之前的話 那我個人認為就是說這段時間 一定要先掌握極簡投資法 對 對 對 好像會教大家什麼 蹦車車 倒來咪啊 好不好 滴答滴 投資法 很簡單 對 對 對 就是一定要遵守具力 要每日反省 重點的話 每天都要看 股市現場 股市現場 禮拜我們播出的 只要錢長大當中 就是要告訴大家 全球金融市場亂了套 你知道嗎 那個股會市啊 債市啊 還有日圓啊 到底該怎麼投資 都應該好好來研究 一四一五 今天 又要拼到一二零的感覺 今天那個黑田先生 這個日央總裁 講話啊 同時 一五點五一喔 我看起來一百二十 好像一八不能人的感覺 他還發表說 會用盡更多的方法 一定要把這個通膨 拉到兩趴以上 對 OK 那非常謝謝 連球連大哥 那我們選舉 難道就不能像美國一樣嗎 你看歷史新高 投票啊 不管結果如何啊 這個在野黨 表現那麼好的共和黨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也把握時間 請我們來到近面 倒是呢 德英法股市呢 在剛剛公布了 因為包括了央行 英國央行 那維持利率不變 那待會兒歐央會不會再來說一些什麼話呢 我們隨時都會留意德拉吉談話的一個內容 可能預期市場上認為 它會有更積極主動 受到日本的鼓舞的一些QE出來 有可能 但是利率應該不大會動啦 但是可能會有其他的一個量化寬衷的政策 來做加碼動作 我不能輸日本啊 可能就是要比一下 因為過去比較被動式 對 或許會有 當然我們等一下九點半要鎖定一下 我們就跟大家插播了嘛 當然回到台股 我說實在的 這個好不容易彈上去 我們要樂觀積極 按台股 樂觀不起來了 現在感覺沒有量啊 我覺得這個量真的很越來越少 精神錯亂 你說 盡管會設了第四件出來了 原本應該要很樂觀的啊 我們融資有增加 有增加 但是呢 這個整體的成家量沒有增加 但是外資又回來買啊 但是為什麼量還沒有拉起來 因為很多內資都退場 所以量很低迷啊 所以這個多頭你要怎麼漲 其實剛才我們一開始看到 非凡去問股民 說這種量怎麼供啊 連股民馬上就可以照回答 你們是專業的 對啊 所以量的那麼低 怎麼去往上供 今天當然碰到年限 小破一點點 我覺得還比較有效的跌破 其實還好 其實內資現在是因為比較偏空了 除了還是有那個大戶條款的陰影以外 就是選舉是最重要的 是 因為大家擔心嘛 其實選舉是一時的啦 大家永遠記得 選舉是一時的 不管哪一個黨都一樣 這個你看到哪一個黨執政 都有3000多點 4000點啊 也有上八九千點的啊 所以都一樣啦 重點是經濟好不好 股市好不好 要看經濟面 那我們未來成長動能 競爭力好不好 這才是最重要 所以現在大家可能很擔心 量也縮了 不過我最近看了一個現象 龍卷是搭乘的 龍卷已經大概55萬張了 今天到昨天已經55萬張 最近的龍卷 相對在高檔喔 高檔 所以這也是愛台股的表現啊 只是大家多空各自 對 表述啊 對 但是有時候市場上變很偏多的時候 很多人偏多的時候就會轉弱 相反的一個道理 現在很多越來越空的話 會不會開始扭轉 我不知道 但是這種機會通常是出現的 融資總卷 雙向超值 對 對 對 這時候反正主委都給大家 那麼大的空間都把那個 變量使用 對 現得都拉上去 大家多多利用吧 其實只要找好標的 極簡投資法就告訴你了 什麼時候有訊號嘛 對不對 那我想今天雖然小破年限 不過我認為這個缺口很重要 這個跳空缺口呢 形成導送反轉的缺口 就是這個 這個缺口呢 不要去把它補掉 不要補喔 不要來關門喔 對 你關門的話 就弱了喔 就弱掉了喔 就很弱了 所以如果關了門 選前你就不要寄忘太多了 選後再說吧 這個時間點你就每天做功課就好 如果說關掉門以後 你可能就要稍微保守一點 選股就要稍微精細一點 不過呢 整個盤勢來看的話 說實在的啦 這一波來看 你說從9593年 跌到了8501年 照國際上的行情 每股都回到所有均線了 那連比較弱的費半指數呢 也占上所有均線了 雖然它沒有創高 不過呢 台股跟費半 本來連動性就很高 所以我認為台股 就算選前壓抑 選後應該也會長上去 所以我覺得說 還有一個很重要 明天的月線 現在是下彎的喔 明天扣在 跳空下去那個位置點 明天月線會上揚 所以未來月線上揚之後呢 會不會把它拖上去呢 明天會扣到這裡 等於說月線就會 8785現在的位置 月線就會上翻揚 那翻揚了穿過年線以後 就支撐力道就很強 所以我覺得短線上 就是那個缺口不要補啦 補掉了就不對了 所以呢 這幾天是一個關鍵 我想以目前外資的態度來看的話 期貨也沒有說很空啊 現貨還是繼續買 應該來看 是有機會守穩的 我想選前呢 好一點的話 只要亮出來 是有機會往半年線來做靠攏 但是選後 選前還是有這個機會 我前提是那個缺口不要補喔 OK 選後呢 到底是這個還是這個 這個有玄機啊 如果大家想要看詳細一點的話 這一期還沒有出爐啦 OK 明天出爐嘛 搭配極簡投資法交給你 裡面就是告訴你 選後到底會打雙底 還是打頭肩底 打頭肩底的力道上就非常的強 如果打雙底的話 可能就是時間會拖了比較久一點點 到底原因如何 大家可能參考 但是我覺得選後 最差最差啦 不會去破八千五 OK 就是不會破八 不管怎麼樣都不會破八千五 所以這邊的整理呢 是醞釀讓大家去尋找好的標的物 我想最近呢 這個缺口不要補 應該就沒什麼特別大的問題 OK 那我們也看到了這一波呢 這個全球央行殺紅了眼 待會9點半 台灣時間這個德拉吉談話的一個重點 其實這些央行 我說尤其日本央行 其實最近台股長不起來 有點要怪他 因為扁得太兇了 其實不見得對台灣是好事 都會互相影響的 你都知道嗎 韓國也很倒楣 對韓國 對韓國 韓國 對 韓國比我們還要多 因為我們有個11A總裁 他說必要時還要推更多的一個政策 我就說的是日央總裁 然後呢 他要達澎澎2%的目標 但是有點難耶 所以其實他在日本 本身在他們國內的輿論也是很大 你們待會花點時間 就是兩邊有對他贊同的 有反對的 其實也無誤波 對 所以呢 這種政策出來到底好跟不好 說實在影響還蠻大的 好 那逼著這個德拉吉也要丟出 更積極正面的 主動的這個錢要丟出來 希望 我們待會跟大家隨時來留意 您鎖定的是非凡商業台 非凡股市現場 關心您的核包 馬上回來 台經院今天公布最新的經濟預測 預估2014年經濟成長率為3.44% 2015年為3.48% 此外台經院表示 實安風暴儘管對於經濟數據 沒有太大影響 但對產品出口和觀光 都有負面影響 聯發科法說會在今天登場 公布第三季營收計增6.17% 來到574.72億元 創效了歷史新高 單季PS為8.51元 累計前三季營收1576.7億 前三季EPS為23.4元 總經理謝青江表示 明年上半年 智慧型手機晶片競爭壓力將最大 不過明年下半年毛利率渴望回穩 歐系外資表示 在主要客戶新品發表之後 客戶給大力光的預測訂單量 至今為止上屬健康的水準 隨著新品鏡頭的規格升級 旺季來臨 預估大力光11月份營收 有望再成長5%到10% 重申買進平等 目標價2870元 美國新雙反案初判 利空持續燒退 市場需求回升 新日光出貨量持續增加 10月四節合併營收20.57億元 重回了20億元的水準 月增4.7% 連續兩個月營收正成賬 由於10月進入到遊戲淡季 前期公佈10月份單元營收1.17億元 年減22.26% 月減25.95% 累計前三季營收12.18億元 相較去年同期成長30.67% 收款的首由本月在台上市 營運天翼 歷程自劫前10月合併營收336.13億元 年增7.7% 自劫10月合併營收33.47億 月減3.3% 年增4.55% 展望明年 歷程表示對於明年的展望正向看待 預期明年營收和美股獲利 可以持續成長 演調機構Display 攝取表示 整體來看明年面板的市場 仍是缺貨情況 近階段市場雖然有庫存 但不到嚴重水準 加上品牌廠積極強勢 施展的拉貨潮之下 預期目前到明年的上半年 仍是供應吃緊 但第四季仍要留意庫存調整風險